世界衛生組織估計 到了2040年 全球因大腸癌死亡的人數 將會增加69% 預計每年奪走160萬人的生命 儘管沒有萬無一失的預防大腸癌方法 但研究指出以植物為基礎的飲食方法 可以降低大腸癌的風險 2015年曾有一項研究評估了7萬人的飲食習慣 發現素食者比非素食者患大腸癌的風險 降低22% 如果以蔬菜為主食 再加入三文魚、藍莓、西蘭花、 全穀殼食物和咖啡 就更加可以進一步降低43%大腸癌的風險了 除此之外 養成規律運動的習慣 都有效預防大腸癌的 因為運動可以刺激腸道愚動 幫助排便 還可以促進新陳代謝 將體內的廢物排出 降低癌症發生的機率